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籃球快訊 今屆籃子籃球世界盃D組賽事裡,算是沒什麼聲味的一組 看回同組的四隊球分別是墨西哥、黑山、埃及及立陶宛 都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巨星助陣 以下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D組的形勢 相比起這麼多組,D組的出線形勢較為明朗 世界排名第八,有實力強勁的NBA強將助陣的立陶宛 無疑是出線的熱門 在之前,藍藍世界盃外圍賽,他們已經展現了強勁的實力 以五勝一負的戰績晉級 如今的立陶宛籃球都秉承著蘇聯式的打法 緩慢攻防節奏和前場高達中鋒是他們的特徵 而效力於NBA帝戶隊的球員華蓮詩優·娜斯 更加是球隊裡的一大殺氣 內線得天獨厚的立陶宛 藍下攻防和藍板天賦滿滿 不過我更加要注意的是 立陶宛並非頭重腳香的球隊 他們在三分線上仍然保留著 效力於皇家馬德里的巴迪斯 或是古斯明卡斯 這類型可以配合內外線攻擊 而且可以進行外圍攻擊的射手 在另一方面,如果這組不出意外 另一個出線的名額將會是 黑山的狼中物 黑山儘管在男子籃球世界杯參賽經驗不多 回起來,今年只是他們第二次參加籃球世界杯 但黑山座擁著下落於 公牛隊的NBA球星維斯維 無疑是他們爭勝最大的底氣 至於埃及和墨西哥方面 前者雖然是整個D組裡參賽經驗最豐富的球隊 總共有六次殺入藍籃的世界杯 但看回數據,進入了千禧年之後 埃及只有2014年一次參加的經歷 並且他們在D組裡算是世界排名最低的一支球隊 而墨西哥方面,儘管他們有五次參賽經驗 但其中的四次都發生在1980年之前 實力不濟的這兩隊球 應該都大概會成為D組的陪跑分子 在D組的賽程方面 首場的賽事將會在8月25日 北京時間下午4時45分 首場將會由墨西哥對戰黑山 在同日晚上的8時半 將會由埃及出戰立陶縣 我是Wally,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Post 希望緊貼MBA資訊 快點追蹤我們Facebook 訂閱我們的頻道吧 訂閱我們 訂閱我們 按讚我們 訂閱我們 我們會有很多 Auswärts 請訂閱我們 我們會請訂閱我們 分享 我們會不會有 Wade